那时候 耶稣来到犹太境界 约旦河的对岸 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些法利塞人前来问耶稣 许不许丈夫休妻 意思是要是叹她 耶稣回答他们说 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 他们说 梅瑟准许了写修书修妻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为了你们的心应 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 但是 从创造之初 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为此 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所以 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回到家里 门徒又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谁若修自己的妻子 而另娶 就是犯奸淫 辜负妻子 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 而另嫁 也是犯奸淫 本人不可担心 就做了一条 人不可担心 那去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